像一次相遇还要几秒 感觉着秋零乱了心跳 思念像一叶像终碎不飘 闷在这甜蜜的牵挠 我已知道爱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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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AN 你能告诉我精灵她现在在哪吗 我之前给她租了一个公寓 但她没告诉我就搬走了 现在住哪儿我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都替她谢谢你 天狼 这是我跟精灵之间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替她谢 还是要谢谢你 再见 等一下 我多嘴再问一句 你因为精灵的事情 跟家里而闹成这样 值得吗 如果因为精灵的事情 断叔叔生命住院的话 你跟精灵心里 不会过于不去吗 那是我和精灵的事 是 断天狼 失忆洪水门流转 你等着 徐姓伦的家属 是啊医生 我正要找你呢 是不是奶奶她 你别紧张 病人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现在可以出院了 可是她还没有醒 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 她能不能醒过来 还是个未知书 可是现在出院的话 家里也没什么条件 我怎么能放心让她出院啊 有人照看就可以了 病人的呼吸系统 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家里没有人手照看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疗养院 那里的医疗设备和环境 都比较适合病人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谢谢您医生 好 不客气 好 莉莉 清凌 你去买个手机吧 要不有事都联系不上你 奶奶现在花钱的地方那么多 我怎么舍得乱花钱 刚才医生还说 如果奶奶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搬去疗养院 这不又是一大笔费用吗 要是段天朗在就好了 你还没有联系上他啊 奶奶说得对 我跟段天朗 不应该在一起 真后悔没有听奶奶的话 你们关系 真个狗血 好了好了 你快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在奶奶这儿陪着 常见校班帮我去公司盯着了 好好休息 让我走了 谢谢你啊莉莉 快去吧 嗯 小一次相遇还要几秒 感觉着酒铃乱了心跳 思念像你也想周遂波飘 满载着甜蜜的煎熬 我已知道来来的刚好 我感觉到你在那儿 你也想到你 你也想到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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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在我心里 你也想到你 我要为你 它这张爱的心跳 我爱你 accompagnin 你到底在哪儿啊 对了 莉莉 我怎么把她忘了 清凌 清凌 天狼 天狼 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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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清凌 你醒醒 清凌 可怜的清凌 她心里真的太苦了 没想到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 现在你回来了 你觉得情况会有好转吗 相信我 我不会让清凌再受伤害了 我明天就去帮许奶奶 搬到两眼院去 可是你跟清凌 算了 算了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想说什么 还上清凌和你说吧 还有啊 奶奶的事 你最好跟清凌商量一下 不要自作主张 我知道了 对了 莉莉 还要你帮个忙 你把清凌现在的住址 发给我 我帮她拿一些换起的衣服 好吧 我给你发信息吧 钥匙就在门口的地毯下边 天也快亮了 我也该回去了 清凌跟奶奶 就都交给你了 放心吧 莉莉 辛苦你了 走了 谢谢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没事没事 你的脸色不太好 去做个检查吧 没事的 脑膜病了 可能是睡眠不足 没关系的 你有两个病房要跑呢 正点休息 谢谢 老太太身边不能没有人 再找朋友来帮忙吧 好 我知道了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喂 无患吗 我今天不去酒店了 有什么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废什么话 苏南阿姨 天狼 你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家呀 有什么事吗 刚才你爸可问起你了 我说你一大早就出门了 回头你爸要是问你 你可别说露馅了 谢谢你 苏南阿姨 那我爸去上班了吗 刚走 对了 苏南阿姨 有件事我想拜托你 什么事啊 你能答应我保密吗 我保证 那你能去帮我拿一些东西吗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 好 我瞅什么事啊 你我们不在乎 不认识 点心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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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得以赞 永恒 他怎么会有这个 肯定是偷心心的 肯定是偷心心的 好 妈怎么会和他 招这么多的合影啊 他怎么会有我的全家福 为什么偏偏把我的脸给划上了 欣欣制作的相声满足上市 这是他的第一步 希望我的宝贝以后越来越顺 欣欣 我 不可能 没错 我是没有父母 就算有他也不在乎我 我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没人管 这都是父母的责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讨厌你 那就请你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家人面前 更不要出现在我女儿的面前 她愿意认你吗 她愿意认我 那是她的事情 但我就是她的妈妈 欣欣怎么会是 清零呢 有人愿意像妈妈一样对待你 你应该珍惜 有的人妈妈在身边也不能相认 再怎么说她也是长辈 你应该有礼貌一点 你干什么 放开 你不想要帮她 帮她 你好 你的样子 你不想拿她 你也想要帮她 你不想要帮她 你不想要帮她 那不会是清零吗 信心不可能是清零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是你勒索钱财的证据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你到底是谁 我这叫以牙还牙 这是法院的传票 我要告你故意伤害和欺诈 我要是你的父母 我也会扔了你 你这个孩子 品行太差 我都做了什么 我都做了什么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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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了什么 我的孩子 你还觉得吃东西 我天哪儿 你还没用 我的孩子 对了 我去他那儿 拿了几件衣服 还有几件日用品 我想够用了 苏南阿姨 谢谢你 不过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 会替我保密的 放心吧 清凌为什么会住院 操劳过度 营养不良 再加上压力过大 尽亏没有什么大碍 现在这儿 只有你一个人 又要照顾徐奶奶 又要照顾清凌 你应付得来吗 酒店那边怎么办 你爸要是知道这事 第一个要怪的 肯定是清凌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先等清凌 醒过来再说 天狼 我帮你吧 你帮我 想起来 我记得你也是反对我和清凌 在一起的人 我 我是怕你累着 再说我跟徐奶奶也是旧相识了 对了 你知道徐奶奶有个孙女吗 听说是出国了 你知道吗 您说的是欣欣吗 听说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 徐奶奶一直在找她 走失了 怎么会呢 说是家里起了大火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这么说 就是离开穆家的那天 怪不得她那么恨我 谢谢 我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呀 苏娜阿姨 苏娜阿姨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的 你爸快下班了 我得先回去了 你放心 家里那边我替你瞒着 明天一早我来换你 你也别太累着了 药带了没有啊 药我带了我会按时吃的 是 苏娜阿姨 真的谢谢你 不用 天老 我会一辈子感激你 一辈子作用做马报的安宁 谢谢你替我守护女儿 我只要是 我还不必拔 在那边你 我一辈子 你要自拔 你 多了 你 就别说 想 我 都得了 他 我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清零就是欣欣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对我的女儿 说了多少残忍的话 我做了多少恨心的事 我对她亏欠的太多太多 我就是下地狱 也不能弥补我对她的伤害 你是不是就想看到这一幕 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是吗 可是你考虑过欣欣吗 这样的欣欣不公平 我找过你们 我找过你们很多年 可我就是找不到 欣欣太可怜了 欣欣太可怜了 孩子太可怜了 你哭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 你都哭成这样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就是有点难过 是不是因为雪晴跟天狼 不完全是 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 都怪我 太粗心了 我真的没事 宋楠 要不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 不需要 爸 爸 这女人最好的解压方式呢 就是刷卡 你要是跟着一起去呢 就没那么轻松了 你可真没眼力见 我真的没事 一会儿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自己安排 天狼的 这两天在忙什么 爸 我哪有工夫管他呀 你要是不放心 就再把那两个保镖找回来呗 上次给天狼 请那两个保镖的事 已经都沸沸扬扬的了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天狼这一大早去工作 你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 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 你这么说 苏南阿姨 怎么样 他还没醒啊 他都睡了两天了 你赶紧上班吧 你爸今天早上 已经怀疑你了 那苏南阿姨 我先去上班 这里就辛苦你了 没事 我先走了 妈妈 我不想写梦 太难了 可是这是你的姓呀 再难我们也要写好 对不对啊 那我不要姓梦 我要姓花 我会写花 星星最喜欢花了 妈妈知道星星最喜欢花 可是这人的姓 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必须要学会 对不对 我们再写一遍 对 星星 星星 妈妈带你去摆花园 妈妈最好了 星星最喜欢妈妈呀 妈妈也喜欢星星 我们走吧 走 玩去喽 妈妈最好 星星最喜欢妈妈 这句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听到 我没撒谎 我没撒谎 我真的没撒谎 不是我 清零 不是我 清零 醒醒 醒醒 清零 我 你醒了 慢点儿 慢点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天朗让我来照顾你的 我这是在哪儿 这是医院 你已经睡了两天了 看来你真是累坏了 你走吧 我不用别人照顾 对了 你看我都差点忘了 我给你煮了粥 盛一碗给你喝 你还是拿回去 给你女儿喝吧 清零 我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你恨我 有爱才有恨 我们之间 哪有这么纠结 你尝一尝 都尝一口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枣粥 来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红枣粥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红枣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清零 我内心这么肮脏的人 怎么配得上您一句对不起 别这么说 我求求你别这么说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 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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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嫂 我打个电话啊 好 怎么不接电话了呢 去哪儿了呢 蓝嫂 我饿了 你看厨房有什么吃的吗 好 副董 有红枣粥 红枣粥 苏南知道我最讨厌红枣的味道 怎么会做红枣粥呢 家里的保温盒也不在 是不是给别人煮的呀 别人 会是谁呢 要不我给你煮碗面吧 不用了 清零 你醒了 天狼 你可吓死我了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再生病了知道吗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 你的戒指呢 我 不是说好了 不再动摇了吗 天狼来了 那你们聊 我就先走了啊 谢谢南阿姨 没事 以后看到苏南阿姨啊 不用再紧张了 因为她是我们这边的 是吗 以前呢 我对她有误会 现在啊 我总算明白 她对我们的心意了 我知道 以前苏南阿姨 对你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 以她在我们段家的历史上 她也不得不那么做不是吗 看在她照顾你 又帮助我们的份上 你就原谅她吧 好吗 我知道 当后妈的不如蜜 先不说我原不原谅她 你应该对她好一点 她对你们段家姐弟 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是啊 是 是 来 嫂 还没有联系到夫人吗 没有联系上 会不会手机没电了 天朗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早晨不见人 晚上不见眼的 还要问吗 肯定找清零去了 是 干吗 我又没说错 不仅天朗有问题 那个苏南也有问题 大半夜的豪成那样像话嘛 开玩笑 她可是优雅的苏南啊 少数两句吧 不信你问爸 她可是以爸为天的人 这十几年 她第一次联系不上 她肯定有问题 明天给你做个检查 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们应该 好好地庆祝一下 说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 我随便 随便 那就是听我的了 我的女朋友 对我真贴心 喂 你俩干吗呢 我刚来就看到 善儿不一的画面啊 我要是长真眼啊 就是你们俩害的 你还说呢 我都两天没看见你了 我都是有老公和孩子的人了 你都有人照顾了 还需要我呀 莉莉 你来得正好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孙大阿姨 你也准备一下 我 我也一起去吗 当然 要不你带苏南阿姨去吃饭吧 我跟莉莉好久都没有见了 我们俩一起正好聊聊天 大家一起聊 不是更热闹吗 我们女孩子的事你不懂 我都没有想要什么 她就会想要什么 我哪里 我都没有想要 你 我都没有想要 好了 段天狼也回来了 你妈妈也找到了 更何况 现在奶奶住疗养院的事情 她明天会帮忙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逞强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清凌 你打算跟天狼怎么办 莉莉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要不你把真相告诉段天狼 看看他什么态度 我一个人难过就够了 何必让他也不好过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他着想呢 看来你是真的爱他 莉莉 不管我做什么决定 你都会支持我吧 等等 你该不会是想跟天狼和你妈断绝关系吧 我也不知道 或许 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她要离开 苏南阿姨 你怎么了 我手滑掉了 我手一滑就掉了 天狼 我再去买一份吧 苏南阿姨 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事 天狼 现在你能相信我了吧 当然 那你跟清零将来怎么打算 我会娶她 可是你爸那一关不太容易过啊 我知道 但我不会妥协 那你能向我保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站在清零这一边吗 我向你保证 天狼 如果清零和你爸之间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择谁 我父亲身边有您在炸骨 我很放心 我会选择清零 你得答应我 你选择了清零以后 也不要抛弃你爸爸 他这个人的内心很脆弱 我了解他 我请你无论如何 让你父亲接受清零 好吗 苏南阿姨 你怎么了 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就告诉我能不能答应 他们两个你谁都不要放弃 谢谢 天狼 总算看见你人了 忙什么去了 关你什么事 管好你自己吧 爸 苏南阿姨呢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没看见爸铁青这脸吗 苏南也是 最近不是看不见人影 就是魂不守舍 还没看不见人影 还没回来吗 怎么 你知道去哪儿了 我怎么会知道 他明明比我早离开医院的 为什么还没到家 我先上你换衣服 就去哪儿了 我做哪儿吗 好 吃点东西 谢谢段夫人 我承受不起您的关心 别这么说 就一次 我向你保证就一次 我有话要跟你说 走吧 来 吃点 还有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就随便点了点 您快尝尝看 合不合你的胃口 不够的话我们再叫 本来我应该带你吃更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离医院还挺近的 下次 下次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没关系 这里适合我 太好的地方我高攀不起 你别这么说嘛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这个地方说话 比较随意一点 没事 我适合这里 你要说什么 清零 清零 我知道 我没有权利对你直说话交 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天狼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苦着 清零我不希望你再受苦 在遇到奶奶之前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现在奶奶病倒了 我只不过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 我只不过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 没什么苦不苦的 习惯了 和你人的爱情 你要把星星化作微笑 争取做你尽情的依靠 当黑夜暖零 照顾的我 当深深疲雳 难忍的哭 我的柔情是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琐琐天天人生的旅途 细细了那枫飞的心情 成功或是爱或都要勇敢面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当黑夜暖零 照顾的路 当深深疲雳 难忍的哭 即使两翼的翅膀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决不去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